好這一次的挑戰關卡是第三幕的挑戰關卡 那這邊一樣是用貨用跟冰璃 好我們看一下這次成就改成什麼樣子齁 好之前的成就是要 四回合勝利 然後冰璃跟貨用都存活 然後呢 還有什麼 獲用擊殺所有敵人 這是之前的齁 之前的第一個是獲用擊殺所有敵人 那現在改成一回合殺死獅子狼 這個 我想一下這個就不一樣了 好第三幕挑戰關卡呢 看能不能一次三成就 第一回合殺死獅子狼 然後是獲勝 獲用跟冰璃存活 好我們試試看 能不能三成就一次三成就 好我們先讓冰璃走到這裡 然後用獲用的天賦 讓冰璃增加攻擊力 好這樣試試看 可以 可以 獲用 獲用要後走齁 一定要後走 才可以讓冰璃加到那個 血刃斧的 攻擊力上升的 的那個 buff 好這樣就可以一次 解決反擊解決四次檔了齁 阿如果是獲用先動 就 就沒辦法了 所以這邊要特別小心一點 好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 這個時候啊 應該放 這招就好了 這剩就好了 這招就好了 誰沒有想要 好剛才 這裡,這裡 冰璃先打 上面這一支 然後觸發再動 這樣子 好這時候貨用往前面走 放AOE 放尾技先轟他一下 好降防 然後這時候呢這時候要怎麼辦呢 嗯 用飛翅 用飛翅然後 或用 然後站在兵里旁邊 這時候感覺順向不太對了 好比你站這個位置好飛一次 我只能站這裡了 可以再被打一次會不會死啊 會會死 那只能站兵里後面 這樣試試看 也兵里扛 好可以哦 好 這次成功了 好 或用在旁邊 直接無關攻擊 OK成功了 是會合 好 解決 好一次成成就 是會很難擊敗 又會有殺死隻狼 然後兵里會用存活 定不辱命 然後這個我是 三次戰鬥才成功 啊就這樣子 希望這個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感謝各位